四月底開始, 歷月嚴重 那時候差不多一、兩個星期 都有一宗, 規模大了, 要少 位於啟德的這個地盤 近兩個月, 頻頻遭賊人光顧 究竟地盤有甚麼那麼值錢 竟然可以被人偷減一次又一次 看回5月8日的CCTV片 大早6點 一名戴著頭盔的男子 懷疑親地盤工人還沒上班前 用工具叫開物料房的門口 隔了一分鐘左右 他在房內手持一卷物體離開 這卷是甚麼物體? 原來是卷電線 這個賊這麼明目張膽 每天都同一時間來偷東西 他第二天就被人抓住, 人裝並和 以我所知, 不見的就是五十多卷 一卷大約的價值是多少 我買回來… 我跟警察報道說一卷大約五千元 因為現在同價升得很高 同價… 同價創引新高 他基本上是偷金屬為主 拿回去賣 那時經常有些警察在門口 趁師傅下班 抽柴一兩個手袋 看看能否捉到 最後也捉到五、六個 以我所知 偷攝陸續有來 之後被到的包括工具、建築材料等等 但四、五、兩個月加加賣賣 都有十多次 損失估計達到二十多萬 好像26日的凌晨四點多 又有人進入地盤的價埔 兩個人分頭行事, 各自尋佈 這麼早就來開工 似乎有所企圖 我想問你那種價埔 是休息室還是甚麼地方 每個行頭都有 他拿一個地方 讓我們擺電腦做文書 通常擺文書 我們順便會幫師傅擺一些工具 因為始終有一個房門鎖匙 但到了這個階段 因為驗樓、驗消防的階段 我們不可以自己下鎖 要用永感門鎖 但結果我們不知道 柴子從哪裡拿到永感時 然後才能開進來 究竟賊從何來? 司徒先生認為 地盤的保安設施不足 街外人可以輕易進入 本身在地盤工作的人又多 見到沙面口一點都不出奇 賊人於是乘虛而入 現在那些圍欄 在外面搭檔梯都爬進來 但聽到那些門 他的鐵絲網 你剪一剪也能進來 你說進去 我覺得根本對賊來說不難 你一不見, 六、七部電樓 然後每次又要打電話 去公司又要賣我一部新 賣完一部新的 然後之後 尤其是貨物 我會不見三十萬 然後下一次又不見三十萬 這樣玩下去我搞不定 好, 你們好